再来看到这场岁末发放围炉充满了温馨 准备一年一度的照顾户发放 新山慈禧志工借用社区的篮球场布置 处处充满喜气 不少当地民众主动帮忙 我觉得社会需要慈禧志工清流来感动大众 让这种和气的气氛继续延续到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鼓励照顾户们关心自己的健康 志工安排大地和风泉的表演 参与的都是社区太极班的成员 以我们的太极的一些动作来配合 等于也是给每位有做一股热心跟运动 一起来参与的被帮忙的家庭的成员们 所以我们觉得那股温情是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分送新年礼包 照顾户脸上个个饮满了笑 财神爷也借这个机会传递祝福 我真的很感谢我们的2G帐 直到这一年 所以我感觉真的 我也想做同样的 同样的岁末发放在笨针 志工还贴心准备围炉宿宴 一大早志工就张罗各种材料 今天我来这道真欢喜 看得到这些人去我家真欢喜 你吃的菜怎么吃 真感 真感 我今天没吃 我们就要求心 除了乡机志工忙碌 现场还有各种表演节目 第一次承担总协调的成立交说 这是所有志工分工合作的成果 第一次承担总协调 真的是没有经验 那么做的工程中 我真的是更加的了解 办整个活动的过程 师兄姐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 用完为卢餐点 志工送上新年贺礼 也祈祝照顾户来年 平安顺心 达爱新闻 这上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导 谢谢大家